接下来这路径上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所以这个台风 真的是非常难以琢磨掌握 好 到了礼拜三 说实在的 全台湾都笼罩在 山陀尔台风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一天当中 全台各地 其实是风雨最明显 而且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这个礼拜三 其实全台湾 要放台风架的几率 可以说最高的 那我们就先透过 这个卫星云图 整合了雷达回波图 先来看看 山陀尔台风 这山陀尔台风 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度台风了 而且因为它行进速度慢 再加上海温够高 另外风切很小 所以它还会持续在增强 那么现在最新的消息 就是中央气象署表示 在明天上半天 山陀尔台风就有机会 变成一个强烈台风 那么一旦变成强烈台风来说的话 当然对于它风跟雨的影响 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就算说它这一次 看起来是直扑南部 而且有机会在高雄一带登陆 如果它真的是在高雄一带登陆 就算受到地形的破坏 从强烈变成一个中度台风 上线的台风 但是它还是一个创造历史上 登陆高雄最强的一个台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南台湾的一个影响跟威胁 势必破坏性是相当高的 所以问如何对南部来说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那么现在我们受到的 都还是它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部分地区台风都还没有来 这已经开始有一些灾情出现了 那么今天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花莲台东目前都有这种强降雨 甚至大雷雨 使雨量来说 花莲万荣有32毫米 太马里也有18毫米 我们再来看看 从今天的天气上来说 东西大不同 东台湾您可以看到是好大雨的 尤其现在雨量累积最多 就在花莲的瑞穗 今天下来已经累积了181毫米了 那么在西半部却因为台风 这个强烈的东风被风沉降 所以在中台湾出现了沉降性的高温 今天中台湾非常的热 最热的地方台中的风源 飙到了36.8度的高温 就算这个鹿港这边也有35.6度 好了 接下来从明天开始 我们要好好的请大家 好好的小心整个台风未来的走向 还有它的这个路径 因为从这个浅势预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山徒儿台风它走的这条路径 明天开始下半天 开始会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弯 这一北转之后 它的角度到底会从南部的哪里登陆 这就非常的关键 目前看起来的话是高雄的几率最高 但是出海其实世界各国的路径预测 看法还是相当的分歧 而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登陆的话 现在因为时间放慢了 所以是在明天下午 中心有机会在南部登陆 出海的话要拖到这个礼拜四的清晨 那么要小心的就是从登陆到出海 这一段时间整个山徒儿台风会在台湾上头 持续影响将近12个小时或14个小时的时间 这在历史上也是相当罕见 那么停留这么久 当然对台湾陆地的破坏就会相当的大 虽然它登陆之后强度会迅速的减弱 但是还是不能够小看 它所带来风雨的破坏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五的清晨 在暴风圈才会脱离台湾本岛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看风雨的影响 这风雨影响其实最剧烈 就在礼拜二礼拜三到礼拜四 影响了这么多天的时间 这其中又以礼拜三 因为暴风圈是全台笼罩 再加上这个中心在礼拜三的下半天 有渴望登陆南部 所以整个风雨最剧烈就落在礼拜三 但是对于东半部来说 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整天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就是花莲台东恒川半岛 其实影响最剧烈是在明天的时间 那么在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 其实风跟雨也会明显的增强 但是南部现在整个风雨最强 应该还是会落在礼拜三登陆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醒 从礼拜三的下半天到礼拜四的清晨 这一段时间在南部 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台风 在这个登陆之后 它所带来的这种致灾性的狂风暴雨 甚至里面很有机会会引起 这个沿海海水倒灌 或者是风暴潮这样的一个灾害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南部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小心谨慎 那么东半部来看的话 其实最强的降雨在礼拜三是已经过了 但是还是持续会有豪雨 风的部分在东半部 礼拜三会开始减弱 但是礼拜三因为受到东北季风 再加上外围环流的影响 北部地区这种豪大雨 强风豪雨将会持续到礼拜四的时间 就算礼拜四整个台风已经远离 但是北部地区还是持续受到 外围环流跟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还是局部会有这种豪大雨出现 尤其在北部山区 还是要格外注意小心 那么因此看完淑丽讲到了这边之后 大家应该要好好不管全台各地 尤其是在东半部 更何况是在南部 是这一次看起来影响是最剧烈的地方 那么一定要做好防灾的准备 看看这山坨台风 这山坨台风实在很难搞 第一个它的名字实在很难念 大家不觉得吗 不小心一下 淑丽就念成三魁儿还被投诉 讲这么辛苦还被投诉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从今天下午过后 它一直每小时六公里持续 一直往西 大家有没有看到 一直在往西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其实它真正 接下来这路径上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所以这个台风真的是非常难以捉摸掌握 好 那我们来看看 从这个擂茶跟风场图来看的话 事实上现在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外围的云带 现在外围的雨带 现在一直在侵袭的花莲跟台东 所以花莲跟台东一直 目前都还是有强降雨 时雨量都是在20跟30以上 除了东半部有强降雨之外 因为雨带过山 所以现在晚上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明显增加了 另外在风跟浪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现在在蓝雨 已经刮出了11级的强震风 那么另外在成功 其实也已经有9级 而且在恒春以及新屋 也都有10级到9级的强震风了 当然了 未来这几天 大家很关心台风架的问题 我们就先来看看 这个雨区预报上面 其实因为明天整个降雨来说 跟风来说 整个花莲台东 恒春半岛 明天是风雨达到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南部其实明天晚上 风跟雨也会明显增强 到了礼拜三 说实在的 全台湾都笼罩在山 驼 额 台风 它的暴风圈范围之内 所以在这一天当中 全台各地 其实是风雨最明显 而且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这个礼拜三 其实全台湾要放台风架的几率 可以说最高的 到了礼拜四 其实台风逐渐要远离 可是礼拜四的时候 暴风圈还是笼罩在北部 跟宜兰东北部这边 而且这个北部跟东北部 还是比较有持续性的 强风跟豪雨 那么因此在礼拜四 北台湾其实还是有放台风架的几率 所以最后熟悉整理的一张重点 我们就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首先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这山陀尔台风 有可能成为最强登陆高雄的台风 但是它登陆的路径 还有登陆的地点 其实后续还有变数 我们还是要持续在观察 另外这一次在南部 不管是在哪边登陆 事实上对于南台湾的冲击 可以说都是非常剧烈的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一次南部的观众朋友 要小心防灾 放台风架的几率 再为大家整理一下 礼拜二花莲台东南台湾有机会 礼拜三全台各地都有机会 到了礼拜四 北台湾是有机会放台风架的 以上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就从最新一报的警报区域图 来告诉大家 目前针对三陀尔台风 它最新的一个动态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 三陀尔台风它的暴风圈 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 接触到恒春半岛 目前到现在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 整个恒春半岛 现在就是笼罩在 它的暴风圈范围里头 所以在刚刚的新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恒春半岛现在是风强宇宙 那么目前看起来的话 以这个海上台风警报 跟陆上台风警报 其实都还是维持一样 因为陆上警报 就是从高雄以南 到恒春半岛以及台东 现在都是陆上的警戒范围 那么海上的话 则是整个巴士海峡 台湾海峡的南部 一直到东南部海域 到目前为止 整个风跟浪的部分 在这个蓝雨 已经出现了7.7米的浪高 这是目前观测到 最大的一个浪高 那么风的部分 也是因为恒春的满洲 还有像是蓝雨这边 是最接近整个暴风圈的 所以像是满洲这边 最大阵风都已经出现12级了 那么蓝雨也出现到 10级这样的一个强阵风 现在以强度来看 中央气象署表示 在明天的上半天 三坨颓台风就有机会 从中度台风 晋升为强烈台风了 所以这个台风 大家真的是要 非常非常的小心以对 路径上又是如何 我们从各国 世界各国的路径 还有中央气象署的路径 我们可以看到 事实上翻遍了历史以来 所有台风的记录 我们几乎找不到 跟三驼额台风 一样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说 这次三驼额台风 走的这个路径 您可以看到 从现在 如果包括了中央气象署 跟世界各国来看的话 这个登陆点 现在比较趋向一致 也就是在这个南部登陆 其中又以高雄登陆 现在看起来 是几率最高的 可是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出海的部分 到底在哪边出海 现在看法是相当分歧的 有的认为会台东出海 也有认为是花莲出海 甚至也有认为 是在宜花之间出海 所以这个台风接下来 其实在路径上 还有一些变数 那么尤其在明天下午的 这个北转 就是一个关键了 当然了 接下来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时间点 要提醒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看了 因为今天中午的时候 暴风圈是已经触路了 什么时候 这个中心会登陆 现在看起来 因为整个速度放慢了 所以影响时间 真的是往后一直拉 我们可以看到 预估现在登陆的时间点 会落在礼拜三的 午后来登陆了 一登陆之后 我们要特别提醒了 由于这一次 如果真的是在高雄登陆的话 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高雄 高雄的湘星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将会是历史以来 登陆高雄最强的一个台风 所以也就是从礼拜三开始 整个如果一旦在高雄登陆 南部将会面临的是 致灾性的狂风跟暴雨 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提醒 南部的观众朋友们 要尽早做好准备 那么另外 接下来还有就是 礼拜四这个时间点 就是差不多凌晨这个时候 整个暴风却是笼罩全台 所以从礼拜三 一直到礼拜四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这个山陀尔台风 影响台湾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一直要到礼拜五 你可以看到 整个时间拖到礼拜五 礼拜五的清晨 差不多四点左右 暴风圈才渴望脱离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我们还是会根据 山陀尔台风 它的速度 以及它的路线调整 而滚动式的调整 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 随时锁定我们的气象时间 这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好的 刚才这个树立也告诉大家 其实这一次的山陀尔台风 可能是在星期三的午后才会登陆 距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明天会不会放台风假 可能等一下晚上 就会陆陆续续的来宣布了 不过星期三这一天 目前看起来应该全台湾 都有机会放假 会不会连放好几天呢 这下子真的很难说了 因为延长了影响的时间 如果我们以降雨的时间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现在子曝的地区 明天是在花东地区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以及南部地区 而在星期三会扩及到了北部地区 所以累积雨量上看一千毫米 通通都可能达到停班课的标准 山陀台风进逼 各地陆续都会出现强降雨 而特别是在周三这一天 台湾有好几处已经达到停班 以及停课标准 外外环流影响 各地已经出现间歇雨势 月报所得山陀接近 星期二花东中南部山区 台南高雄屏东 一路往南到恒春半岛 整个子曝 到了星期三 随着台风移动 雨区扩大 大台北 基隆北海岸 一花东 全台山区 高平也是紫一片 加上山陀移动速度慢 不排除星期三 都会放到台风架 当其冲的南高平地区 在礼拜三的风雨 会非常非常的剧烈 这个是要特别严加防备 那另外就是迎风面的 宜兰花莲台东 它的风雨也会是非常大的 那至于大台北地区的话 也会有一阵一阵的强风咒雨 可能风雨也会有 大达停班停课的标准 以目前预报的数据来看 按照停班课标准 除了阵风达10机外 单日雨量超过200毫米 就有可能放假 终于量观测出炉 北北基鱼都算看800毫米 花莲1000毫米 台东更可能出现 1300毫米累积雨量 这些地方雨量通通达标 它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减弱为 一个很轻度的台风 或是热带性低气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北部还是在迎风面 而且东北季风跟着南下 所以其实北部的风 还是非常的强 还是会有一阵一阵的雨势 所以其实礼拜四的时候 目前看起来 北部还是风雨 会有到达标的情况 机场专家判断 一直要到星期四下午 北台湾才有机会脱离暴风圈 意味也有机会放到台风架 但台风架放不放 取决在各县市长评估后决定 数据一项只是参考 怎么放是高深政治学 东西文章的正宏森 在台北采访报道 就算放了台风架 真的也不要乱跑 尤其在东部地区 现在台风还没进来 雨就已经下得非常大了 果然苏花公路又出现了一些灾情 主要是在这个崇德隧道口 早上的七点多 就出现严重土石流 还造成有八台车 一度有14个人受困 现在虽然南北口已经抢通了 不过现在这个地方 当然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苏花的苏澳 岛崇德路段 还有台九丁县的苏澳到河仁段 现在全线封闭 而且预计将会封闭到10月2号 大小石块霞带泥沙 不断从山壁倾泻而下 堵住隧道口堆成小山 落石发出巨大声响 行进驾驶惊悚拍下这一幕 好险没再往前开 不然造就没命 郑和平隧道苏花网和人 也有驾驶胆沾心机 因为开一开就看到猛烈的泥水瀑布 推土机忙着在隧道口开挖 要抢通道路 往南约10公里苏花公路 惠德隧道也有两位大车驾驶 一度因为无法回转受困等抢通 大哥我们先带你们出去 先到管制站那边 车子就先留在这边 如果等一下下雨的话 那如果前面再崩塌或后面也崩塌的话 那这样就变成人都受困在里面 30号上午汇德隧道南北口 累积雨量就超过80毫米 山区再度出现土石流 共8车14人受困隧道内 北口抢通后部分人车脱困 不久后南口也抢通 顺利将两辆大车往北撤离到和人管制站 还有民众插点被落石砸轴 重德断山闭光秃秃 台铁工程车也在一旁待命 花莲多次地震后不断土石流 重德站也已经封闭 其实这个后面的台铁工程车 是已经在待命了 原因就是说在今天早上 大概是6点55分左右的时候 这个台铁重德和人街 有三处出现泥流的情形 公路局宣布中午12点后 整条苏花公路完全封闭 无法北上宜兰 一直封到10月2号 苏花公路苏澳道重德 以及台九丁县苏澳道和人路段 预警性封闭 华联和平村大天祥地区 30号紧急停班停课 寿风水连国校也在下午2点40分宣布停课 避免台风带来危险 东神经文在花联报导 最近的消息台东县因为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 所以刚才已经宣布了明天台东县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提醒你要特别的注意安全 因为此时此刻里岛应该感受最深刻了 因为在台东的绿岛跟蓝雨 从昨天晚上的风雨就增强 尤其蓝雨是第一个放台风架的地区 他们都已经感受到了 现在浪已经有8米那么高了 而在绿岛更夸张 这知名的观光景点小长城 它是一个环岛的步道 但因为大雨的关系 把石块冲到路面上 还挡住了一部分的道路 大马路上全市大大小小的落石 这里是小长城 平常是绿岛环岛之路 这下行进这里全得左闪右闪 驾驶下坏了 减速慢行通过后赶快离开 山徒儿台风威力 绿岛风墙宇宙 这些大小石头疑似就是被风雨 从山上冲刷下来 绿岛地区狂风暴雨 雨完全是斜着在下 一旁路数也都被吹得左摇右晃 走在路上几乎看不清前方道路 那个地方也被看到 啪啪口跟水美人 算是绿岛蛮著名的一个境界 所以蛮多人都会经过那边的 市区道路滚滚泥水从高处流下来 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间歇性大雨 让绿岛出现雨水狭带泥沙 从山区流向道路 大量雨水从高处心泻而下 居民表示平常下雨就会这样 但是这次台风带来大雨 居然直接形成了天然瀑布 而同样在离岛蓝雨沿岸地区 海浪不断拍打上岸 激起大片浪花 完全没有人出现在岸边 民众都只敢乖乖待在家里 你可以看到 就是外海的浪风都在突厂浪 浪是真的蛮可怕的 看我们这边 这边 这是我们运人的很多的鱼杆 鱼杆就是大石头黑石 那个浪都打到它都会覆盖住它 居民表示雨虽然变小了 但是风明显增强很多 浪已经是早上的两倍大 离岛居民们有备无患 提前做好房台准备 在窗户上贴上胶带 业者也把身材工具 机车潜水用具都提前收进仓库里 就怕台风越来越近会造成严重损害 东西新闻吴依林 有亚新 开始会一直影响到星期四 尤其以照现在看起来 整个海温条件依旧都是蛮好的 如果说目前它持续增强的 这个角度不变的话 其实预估它最快在明天中午过后 有机会就会增强为一个强烈台风等级 因此未来 切记风暴风半径 还是有可能持续在涨胖 甚至它的近中心最大风速 也有可能再持续来增加 我们透过了影响时序 要带您进一步来关心 现在其实包含了路景范围是高雄以南一带 还有包含了台东一地区 可是依照目前看起来 预估如果路径不变的话 明天中午左右 它的中心就会从高雄一带来登陆 一旦登陆之后 预计它会稍微的比较偏东北的方向 可能从宜兰花林一带来出海 所以现在大家普遍认为 从高雄登陆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但是出海的地方 还要再进一步来评估说 到底会从宜兰或者是花林一带 可是如果说这条路径不变 现在看起来星期三的晚上10点左右 它的整个七级风暴风半径 几乎是把全台湾都笼罩住 这个暴风圈要一直到 周四的深夜之后才会脱离 所以周四之前 这个风跟雨的范围都会是越来越明显 而现在这个时间点 哪些地方在下雨呢 相信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已经很有感 我们透过雷达回播图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其实包含整个迎风面地区 雨已经开始慢慢的下进来了 尤其现在它距离台湾很近了 已经剩下160公里 现在主要有一个强雨带 现在这个时间点 包含了花莲的玉里 还有像是台东的城工 这一些地方 现在还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而至于在刚刚过去一个小时里面 像是新北市的这个平林 还有宜兰的头城 水量大约是20到40毫米 持续在累积 提醒大家这个长雨带 现在开始慢慢的扫进来 外围环流的影响 只会是越晚越明显 尤其今天一整天 累积到目前为止 花莲的风冰呢 累积雨量已经突破了150毫米 这个雨还会持续在下 所以未来的风雨影响时程又是如何呢 来看看其实包含了今天 这个晚上开始呢 雨是越来越明显 明天之后台风就会开始来清醒我们 尤其明天之后呢 它整个位置呢 会是距离台湾比较正南方 这个风跟雨呢 对南部地区 有可能都会是越来越明显 加上如果它的路径 现在有一些模式 认为它还有可能 再稍微的往西偏一点 假如它真的还有在往西偏的空间的话 未来会不会整个登陆地点又在改变 如果说再往西的话 对南部地区的降雨将会是越加的明显 那么真正呢 整个中心通过现在看起来 比较有可能是落在星期三这段时间 所以这个降雨的变化 南部地区在星期三一整天 会是狂风暴雨 甚至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 也可能出现豪雨 甚至是大豪雨以上的等级 所以我们最后透过了总雨量的预估 要提醒大家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呢 它距离台湾大概还有100多公里的海面上 不过现在呢 其实包含了台东的山区 已经升级为大豪雨等级 而现在包含了宜兰花莲 还有台东以及高雄屏东的山区 也是出生了豪雨的警戒 因此依照目前总雨量预估来讲 因为它走的时间 实在是太慢太慢了 从它登陆之后 到未来预估它出海的时间 可能拉长来到了12小时 也是因为如此 所以强降雨呢 主要都会是在整个高雄屏东 还有包含了花莲跟台东 甚至花东的山区 累积雨量目前总预估 可能来到了1000毫米 还有1300毫米 因此气象数也提醒 包含了嘉义到屏东 这几个县市 还要小心出生了海水道观 甚至也可能出生了风暴潮 时间再还给家瓦 好 持续带大家来关心到的是山陀尔台风 现在是步步紧逼 那当然在北台湾这边呢 我们现在位置就在阳明山上的小油坑 好 午后呢不止风变大了 事实上你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山上也开始起雾了 那当然也是因为担心台风的关系 所以呢你有沒有看到 在小油坑停车场 一进去这边 它栅栏已经完全拆掉了 它放到了一旁的这个路面上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包括了他们的这个 售票亭啊 还有包含像是缴飞机的这个位置 好 我们其实刚刚观察就发现 这个缴飞机啊 它是移动式的 所以呢它可以看到 它下面完全是把它固定住之外呢 事实上在它的缴飞停的四个角落 都有用这个绳子把它给固定住 那当然如果我们从装信用署的数据来看的话 在阳明山上最大阵风刮起的是 8级的强阵风 那平均的风力呢 也有来到5级甚至6级这样的一个阵风 当然今天在北台湾来说的话 风雨还不是最长的 也有部分的游客也说啦 趁着台风来之前 先来山上走走 我们来听一下游客怎么说 没有 我们习惯了 习惯了 但是行程会受到影响吗 还是也还好 所以我们改了明天回去 应该在星期三回去 但是改了明天 好 那可以听到香港游客呢 他们其实来到台湾 他们原本规划是礼拜三才要回去 不过现在因为台风的关系 所以他们提前一天就要回到香港了 好 那以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事实上你有没有看到 其实风啊 其实随着午后这个风越来越强劲 那其实根据中央信用署的资料来看的话呢 在下午的时候 在阳明山上最强阵风已经测到是有九级的强阵风 那不过我们在小游坑这边也可以观察到 原本呢游客蛮多 但是其实随着下午风越来越大 也已经变到零星了 提醒大家赶快先做好防台作业 好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来到台东知名景点海滨公园 在我后方的呢就是太平洋的海平面了 你可以观察到这个海况真的是相当的不稳定啊 这个浪是一波波的掀起来 而这个高度呢气象鼠预估啊 大概是会来到六到七米 在今天跟明天都会出现这样的高度 甚至不排除还会再往上来修正 因此提醒观众朋友千万没事 就不要来到海岸这边 还一波波的冲上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但是我们刚刚有观察到 我们抵达的时候 还是有人觉得好奇来到这边观浪拍照 哎呦 很大呢 很危险呢 从这里经过来跟你这 危险了 会哦 会进来哦 好可怕哦 今天怎么会想说来看一下 就经过看一下 那除了观浪的人 我们往旁边的停车场这边看呢 竟然看到这个货车上面 有四头活生生的猪 看到我们靠近呢 其中一只还相当的激动 不晓得他们到底在这边待了多久 跟我们一起感受风吹雨淋 我们往旁边的街道来看 其实你可以观察到现在呢 很多店家都是打烊的 所以现场也没有太多人车经过 预计台东在今天下半天到晚上 一直到明天 会持续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这个风跟雨都会越来越大 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台工作 好 以上现场最新再把时间再挂还给风内 滚滚泥水从高处流下来 台风外围环流带来间歇性大雨 绿岛地区雨水侠带泥沙 从山区流向道路 绿岛地区风雨交加 狂风加上暴雨 雨完全是斜着在下 一旁路数也都被吹得左摇右晃 走在路上几乎看不清楚前方道路 再晚一点的话 那个海边的浪 风浪浪高可能会有到八米左右 八米就大概是有两层楼那么高 昨天开始就已经停船了啦 所以游客基本上也进不来 大量雨水从高处倾泻而下 居民表示平常下雨就会这样 但这次台风带来大雨 居然直接形成天然瀑布 居民们做好万全准备 店家把身材工具 机车潜水用具等等都提前收好 就怕台风一来造成严重损害 而同样在离岛蓝雨沿岸地区 海浪不断拍打上岸 激起大片浪花 完全没有人出现在岸边 民众也只敢乖乖待在家里 29号入夜后风雨逐渐增强 蓝雨是全台第一个放台风架的地区 9月30号蓝雨停班停客 蓝雨居民们有备无患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在窗户上贴满胶带 希望能降低山陀而台风带来的灾情损害 东西新闻吴亦林 尤雅新流冠旗综合报导